自从立下过后我们这边就热起来了 雨水一停温度就上升的很厉害 家里面的绣球今天上午本身是想给它搬到这个太阳底下来晒一晒的 结果到正午的时候忘记收了 然后它的叶片呢就被晒焦掉了 前一段时间也是这样 一不小心叶片晒焦了以后修剪过了 那今天又开始了 这个叶片肯定是没用了 还有这边 至于它叶片搭了呢倒不要紧 等到傍晚的时候缓一缓 它慢慢也就会舒展开来了 因为盆土里面是不缺水的 但是像这样的焦窟的叶片应该是没有办法了 那今天是要来修剪我的这颗虎皮兰的 这颗虎皮兰前一段时间还有话有说 这颗虎皮兰怎么长得这么慢 没有新叶 那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看看它长了多少新叶出来 差不多也就是进入梅雨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吧 像这边它都直接是冒了笋 然后还有这边 这边呢就是直接是从这个老叶片里面 然后长了新的嫩叶 这个就是嫩叶 嗯 这边的 嗯 这边的 然后还有这边 像这边都是发出来的嫩叶 像这边 这个嫩叶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数了一下 加上从中心叶里面猫出来的这些新叶 再加上它这个直接从外面发出来的这些笋 嗯 算了一下大概有十来片的新叶片 那旧的不去呢新的不来 既然新的来了 那我要把这个老叶片 我要把它剪掉 因为已经看不顺眼 它很久了 呃整个植株看上去其实都还算是比较匀秤的啊 这样从远处来看的话 但是唯有这一片 它是往外面斜着长的 呃所以整个株形看起来呢 呃就是那么的不舒服 有一点不是很协调 既然已经发了这么多的新叶出来了 那这个呢就该给它修剪掉了 这片叶片非常非常的厚实 把它剪掉 虎皮兰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好养 而且净化空气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一个绿植 但是也有花友在养护的时候 可能会频繁的发生它烂根的情况 它呢是热带植物 是非常非常怕低温的 所以在冬季的时候是切记要少给它浇水的 一个冬季不浇水 它不会呃威胁到它的生命 但是如果浇水浇晴了 可能积水两天它就会烂根 呃这样一旦烂根呢 就很难把它挽救回来 所以如果想要养活虎皮兰 那么就做个懒人 呃给它少浇水浪着养 呃宁愿是等到它的叶片 看着都发皱了再给它浇水 那样也没有问题 呃还有呢 它是浅根系的植物 千万不要因为好像它的个儿长得很高 就用高的盆大的盆 其实它的根系并不是很发达 所以在用盆上面 切记一定不要用那种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宽 非常非常高的盆 那样的话 养起来也对它是非常不利的 虽然它是比较耐阴的植物啊 但是我们在养护的时候 平时还是要给它造一些散射光的 尤其是金边虎皮兰 呃灵甲肥要湿 那么阳光呢 也要给它照射 因为只有这样配合呢 它的这个金边啊 颜色才会更漂亮 如果阳光照的少了 灵甲肥再不湿 那么它的这个金边的颜色会变得比较淡 包括整个叶片的颜色都会看上去比较暗沉 呃所以光照和肥呃 这一块呢 还是多多少少需要一些的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 虎皮兰其实对肥也好 对阳光也好 需求并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只需少许给到它 平时加强一些通风 它就可以长得很好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拜拜